这是一个迟到的视频 天津风味的三鲜馅水饺 同时它还是一个Vlog 视频素材拍摄于三年前 最近过年才有空把它重新整理 剪辑制作并发布出来 一是供大家参考 二是给自己留个纪念 首先这个肉馅要打花椒水 往干净的水里面放点花椒 煮花椒水晾凉了 然后把这个水打到肉里面 这样可以去腥 那这盆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呢 一斤猪肉 搅馅 甜面酱 葱花 酱油 蚝油 五香粉 生抽 葱末 姜末 韭菜 虾仁 还有炸的花椒油 虾也是一斤 虾去虾馅 搅成段 然后关于这个霍馅 我现在也看明白了 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猪肉 葱末 甜面酱 还有花椒油之类的 先搅 搅拌均匀了之后 再把切好的韭菜放进去 再放点油 然后再搅 这是第二阶段 搅好了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虾放进去 然后再搅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盐什么时候放 盐是最后放的 肉 葱花 搅拌均匀 放点老抽 生抽 上点颜色 然后再放韭菜 韭菜也有油 这油能把韭菜包住 然后再放虾去搅 都搅好了之后 用油把虾 韭菜 还有里边这些菜 都包住了 它们不会出水 最后再放盐 然后再搅拌一下 这样馅就调好了 如果先放盐 韭菜啊 这些东西碰到盐之后 会出水 将来就不好包了 容易破 剩下的就是和面揉面 这个部分 我不是很擅长 但是我比较擅长 擀皮 我擀皮最高的效率 能供得上三个人 包饺子 这是我最好的成绩 包好了之后 那就是煮饺子 我就不在这详细说了 煮饺子 我还是会煮的 我最拿手的是 三碗凉水法 其实我觉得吧 做饺子也没什么难的 为手手耳 也就是说多做多练就行了 我之前也不会做酱牛肉 也不会做炖牛肉 但是通过我做二三十次的经验来看 现在基本上定型了 固定了 稳定了 每次出来的味道 我都是可控的 家里边人也都是挺喜欢吃的 饺子这个东西 我只是自己做过一次 不是很充公 出水了 但是如果我多练几次 做个二三十回 应该都不在话下 想吃就得自己会做 这是我对所有的禅人的一句忠告 一句座有名 虽然我老婆不是天津人 但是她做的这个三鲜馅水饺 是我吃过的所有天津三鲜馅水饺里面最好吃的 孩子也特别喜欢 就连孩子的发小来我家 也觉得这个馅特别好吃 其实这次做的水饺 我感觉不如上一次 我老婆做的更好吃 这个也就给95分 之前做的给100分 但是三年时间过去了 我老婆再也没做过 她就是这样 做一次特别好吃的东西之后 就不做了 后来还做过几次羊肉香菜馅的水饺 也非常好吃 就吃过两回 我跟孩子都很爱吃 我妈也很喜欢吃 我妈从来不吃羊肉 也特别喜欢吃她做的那个羊肉馅水饺 说是一点山气味都没有 后来人家也不做 这是什么性格 所以呢 喜欢吃的东西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学会 做这个视频 也是为了方便自己偷学厨艺 我刚才看到这段视频素材 孩子在玩我的PS4 那时候我还没有PS5 他玩的是最终幻想7的重制版 现在呢 最终幻想7重制版的第二张重生已经有了 当时素材是2021年4月份拍摄的 很快就要三年了 最后我再说说 拍视频用的不是手机 是微单松下G85 镜头是奥林巴斯的2480F2.8 现在这套设备早就出掉了 当时买这个相机主要是为了拍Vlog 好像也只拍了这么一个Vlog 后来被我断舌离除掉了 虽然是M43的半画幅 是比手机甚至iPhone拍的都要好 可惜拍的是1080P的60帧 画面清晰度还是差点意思 看着我想买一个4K60的微单了 最近在看佳能的R8 镜头配个501.8或者24105F4 现在看虽然是1080P 但是感觉质感真的不错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谢谢收看